午餐時間一到 小朋友就架起隔板 開始吃飯 做好安全距離 用餐完畢也得用酒精仔細的擦拭隔板 消毒確實 每個防疫步驟不得鬆懈 因為才剛開學一週 就爆發了新北幼兒園Delta群聚事件 讓所有國小幼兒園都嚴正以待 進到校園裡必須要經過重重的關卡 不只是訪客 就連幼兒園的家長 還有國小生的家長都必須要嚴格遵守 身體焦慮非常嚴重的 或者是你孩子有特殊狀況需要陪同的 家長他只要持有打滿14天的疫苗的證明 或者是他有在三天前所做的PCR的檢核證明 是陰性的 就可以跟我們申請一張臨時的接送證 所以包括防疫假 包括讓家長盡量不要進到學校 包括在學校讓孩子把洗手 口罩戴好 做好這些事情 在大家高度共識下 我覺得執行起來相對是比較徹底的 確保給孩子一個乾淨的校園環境 從入校的健康生命措施 再到教室內的消毒 防疫作為緊盯小朋友勤洗手戴口罩 就連遊樂設施使用也有規定 每個時段只能一個班級使用遊樂設施 要換班使用時都要重新再消毒 因為根據美國CDC出資的實驗室發布一項模擬研究 一個沒有適當防疫措施之下 最糟糕的情況有75%的學童 在開學三個月內感染新冠肺炎 而即使有充分佩戴口罩與進行篩檢的狀況下 感染數字也只下降到22% 而我們台灣也得作為警惕 目前是兩二級 嚴格的二級 那台灣是有可能回到三級的 如果這個疫情 Delta的疫情在社區沒有得到明顯的控制 所以台灣的整個傳播方式其實跟美國不太一樣 那美國那個是最壞的情況 我想這個在台灣是不容易發生的 Delta變種族也確定已經進入這個社區 所以在這個整個學校開放的時候 盡快青少年可以施打疫苗 包括家人 家中的長者都要施打疫苗 老師要施打疫苗 另外在學校中也要搭配 推動各種防疫的作為 包括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 或是限制班級的一個不要互相的交換 老師希望也能夠固定班級 目前疫苗施打年齡僅限12歲以上 輝瑞莫德納正在對12歲以下進行臨床試驗 德國一屆預估最快也得到11月才開始為兒童接種 但台灣疫苗取得恐怕沒這麼樂觀 要防校園的病毒傳播 專家呼籲除了公衛措施之外 流感疫苗也可以作為防止新冠重症的發生率 其實大部分的感染是雙重感染 所以你如果到冬天的時候 你應該就很容易找到流感病毒 所以如果你能夠把流感病毒預防 讓流感病毒不至於到你的肺部 那你的肺部的負擔比較小 它只要對抗新冠肺炎病毒就好了 所以很明顯就是打了流感疫苗之後 你即使得到新冠 你需要去看醫生被診斷 或者你住院或者你要進交換的 整個比例都降下來 而且降的蠻明顯的 可能兩三重有 流感病毒對於新冠肺炎 其實有一定的貢獻 每年的流感季節開始施打 大概就是9月底到10月初 開始政府會啟動 也就是這個時候 就是應該只要大家看到政府已經開始 那就鼓勵大家就要趕快去施打 Dota病毒已經入侵校園 要阻擋兒童的疫情擴散 防疫措施必須得滴水不漏更加嚴謹 其BBS新聞陳建敏留意軍台北新北採訪不到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